準備好了嗎 孩子們 十二船長 派小生喔 十二船長 死生中的你 活著山間坑林 見仁戴依 上天加滿 身歸一舉 見仁戴依 此處剖情 神殷戀怨我 見仁戴依 那是居起雅銀 全都不走路 見仁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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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囉我是戴依今天來到在家花式天練全身的第三天 肩膀加三頭肌的訓練 如果還沒看過前兩集 胸與二頭 腿與腿的朋友 可以點畫面右上方 來學習如何用一個Bench跟雅玲完成CP值超高的全身訓練 那這邊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在家訓練的話 Bench跟雅玲都選擇購買可調式的 第一個動作 雅玲肩推 在正式組前 我會先做兩組递增重量的暖身組 每組做六到八下左右 接著進入正式組八到十二下四組 組間休息兩分鐘 在操作時我們下蹲至低臉雙手握住雅玲起身 將雅玲放至雙腿前側坐上Bench 雙腿上蹬 將雅玲舉至身體兩側 上背貼緊Bench 雙手上推至頂點緩慢下放 前臂垂直於地面全程感受前三角的張力 吸飽器上推下放時慢慢呼吸空氣 再重新換口氣完成訓練 第二個動作 雅玲肩推代謝壓力充血組 十二到二十下兩組 組間休息兩分鐘 這個動作跟肩推的概念是一樣的 是我們降低重量 並且將行程只控制在中段 關注在前三角的充血感 一樣注意下放時不要太快 控制好張力才能讓效果更好 第三個動作 雅玲肩飛鳥 八到十二下 四加一 組間休息兩分鐘 一樣我會先做兩組逼增重量的暖身組 每組做六到八下左右才開始正式組 在做側飛鳥的時候 我們將膝蓋圍彎靠置Bench上 將身體重心稍微往前避免破度太長 以及更加舒適的訓練三角及中速 手肘不用完全打直也盡量不要低於手腕 我會建議大家操作時以小拇指高於大拇指效果較佳 但相對的肩部會帶有內旋 會造成夾擊不適 所以請自行調整較舒適的訓練動作 最後一組我們用遞減重量的方式做到力竭 第四個動作 啞鈴尖飛鳥頂峰暫停訓練 立結後暫停15秒兩組 組間休息1分30秒 我們將Bench調整至30到45度 重量降至正式組一半 雙手側飛至接近立結後在頂點停住15秒 感受三角肌中速重量的抗衡 休息1分30秒後再做一組 第五個動作 後三角啞鈴尖飛鳥 12到15下3加2組 組間休息2分鐘 我們將Bench調整至20到30度 三角肌後速的感受度相較於前中速較為難掌握 肩甲骨後收的程度 手腕彎曲的程度 手腕的角度都會因人而異 所以我給大家的大方向是 手肘自然微彎 全眼朝前45度左右 用三角肌後速帶動手肘向外向上畫圓 重量不用太重 以感受度為主 最後兩組我們用遞減重量的方式做到力竭 接著進入三頭肌訓練 第一個動作 仰臥三頭啞鈴伸展 12到15下4加1組 組間休息2分鐘 我們將Bench放平 雙手拿起啞鈴放置雙腿平穩後躺 用胸推的方式將啞鈴推至頂點後 固定好走走的位置 重心稍微向後 緩慢下放至低點後 吸飽器發力上推至頂點 建議大家可以用手 拖著啞鈴底部 減少抓握力的耗費 這個動作主要吃重在長頭的位置 最後一組我們用遞減重量的方式做到力竭 再次推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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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動作 三頭啞鈴後屈伸 12到15下3加1組 主間休息2分鐘 這個動作你要單腳或雙腳站立都可以 長頭與外側頭都可以訓練到 一樣固定好手肘發力向上 緩慢下放 最後一組我們一樣用遞減重量的方式做到力竭 第三個動作 反正撐體 12到15下3組 主間休息2分鐘 這個動作主要訓練我們的外側頭 我們將雙手撐在bench上 身體懸空 下放時身體盡量下沉 速度適中而平穩 下放時控制離心 保持好肌肉張力就可以囉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給大家 在家花4天練全身的第三天 三頭肌加肩膀的訓練 天中使用示範的器材是 BLAZE的AD32可調式啞鈴 以及Fitness Reality可調式bench 如果有需要健身器材的朋友 可以到影片下方的連結購買 那可以有比官網更便宜的折扣 還有其他各種健身器材可以選擇 那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或者私訊我 我會回答你相關的問題 那今次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直接很開心 下次見 掰掰